政府是迷信一套理論 就是覺得把那些錢給一大財田 深下漏下滴下滴下滴下 就會滴到到市民身上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的成長就是見證這個理論的錯誤 財田賺到盤滿盤滿 窮人在相對底下變得越來越窮 我們可以慶幸的是 我們的人工沒有減到 但是物價飛漲 我們就是越來越同 這個也是為什麼政府 一直做負貧 越負越貧的原因 你救市首先就應該先救人 市民他們安居樂業有錢 他不會消費 你消費那些商戶就沒有生意 你沒有可能是調回來做 等那幫的大財團賺到盡了 才在手指欄裡面 可以漏一些出來滴基層的窮人 這個是不合理的 當現在政府去做的事就是 說出來就是說 擔心一些財團生意受影響 就會裁員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夜經正在財產了嘛 夜經很多人被人找了嘛 那你是不是應該把大部分的錢 去分給每一個市民 那我們市民有錢可以消費 這樣才可以救到那個財團 才能夠救到那個市民 更加重要 那麥哥說的就是減租 我在力園村很多都是一些基層的市民 我附近也是領展的商場 是很多商戶走過來跟我去講 在這一場疫症當中 他的生意是跌了九成 尤其是一些茶辣 餐飲 甚至乎是一些服務行業 連發營屋他們的生意都是大跌 但是領匯推出過所謂同舟計劃 他們要交很多文件上去 其實他說那些文件他一直都交 為甚麼你要我再交一次呢 搞成一個多兩個星期 完全沒有回音 就快又要交下個月租了 他們是非常非常之擔心 因為領展是給不到任何信心他 從來領展都是阻止他們做生意 和在他們的收銀機裏拿錢的 不是真真正正幫他們 在現在這一段時間 你會見到四大地產商包括港鐵 其實都已經立即是推出了減租的計劃 有一些是減租兩三成甚至乎是減租一半 我們認為領展你應該在這一段時間 你賺了這麼多年錢 是時候和小商戶共度時間 領展不要搞甚麼有審有茶的同舟計劃 所以好像陳茂布派四千元那樣 執了都未申請到 他應該立即減租一半 為期半年 這個才是體現出 和市民共度時間的精神 財政局局長